《盧迅》 《盧迅》在我整個啟蒙時期 例如大學時期的影響很深 甚至是當年會看他的書看著哭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後來抽離那種閱讀經驗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發現《盧迅》的一個魅力 在於他學很多理睬的東西 但留意他不是很正確地 體系性地理解理睬的思想 而是他通過他的翻譯活動 其實他一輩子兩個人 一個學得文 所以他曾經兩次上翻譯 查了一套斯特拉瑜思想 但兩次都只是翻譯了罪言 其實在一個翻譯的過程裏 其實他將《盧迅》的文體 滲入了他自己的寫作裏 所以那種感動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是來自《盧迅》的文體 而同時將《盧迅》的文體 和他很喜歡的偽進思想 所以是很有趣的 因為其實都知道《盧迅》的師傅 是張太監 他那一代人帶出來 文革時期都是偽進的熱潮 其實現在看回偽進文人 或者清涵的那班文人 其實他是一個比較早階段 中國內部思想的整理的時候 亦都是嘗試去對抗一種 以儒家為正統的那種模式的思考 這個思考其實是很有很多可能性 是要直到去到文革時期 因為一個中國歷史裡面 大的轉折和變革期 所以這種一直以來 異端的思想才走出來 所以其實就很有趣 這個異端思想 就跟歐洲的異端思想連結 形成了一個對現實的很不同的想法 我現在反過來理解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就是這種 歐洲和中國的異端思想 那種對於世界的理解 那種世事理解 其實是很令人感動的 我想如果要講激進 或者要講in的話 其實沒有人去得盡過偽進文人 我想讀比較文學的人 會聽過一個叫葉維廉的人 葉維廉在美國比較文學界 也是很出名 他曾經有做過研究 就是將異端思想和六零年代的 黑皮士運動做平衡比較研究 因為其實他發現那種對於 自由開放的那種實踐 其實很多可以互相對比 互相對讀的東西存在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不先入為主 將某些東西當作老土的話 其實在一個傳統的領域裡面 其實有很多很好的資源可以發揮 所以這個是我對於老順的理解 因為他將兩個系統裡面的異端 結集在他身上 所以有很多我們當代的 其實很多香港搞文學的人 其實都很喜歡葉維廉 所以我會想到 就像是一種